Hello,大家好,我是Jason 很高兴又和大家一起回到了百度地图API的开发 那么今天的课程,咱们将围绕一个定位功能的demo来进行学习 那么为了能让大家更深入的去理解这个demo 那么我们将在上一节课的代码技术上做一个扩展 OK,首先呢,让我们来打开Eglix OK,大家看到还是咱们上一节课的代码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在开发之前呢 首先要到百度API的官网上面去下载一个定位的SDK OK,那么先让我们打开浏览器 还是输入百度地图的首页 这时候我们进入到首页 还是找到安卓开发 点击SDK下载 找到定位功能 OK 找到定位功能之后呢 咱们加纳的开发包下载下来 同时呢,下载它的实力代码 OK OK,代码我们接下载下来了 我们看到 将这个库文件进行解压 OK 看到了咱们之前的上一节课看到的那两个文件 好了,接下来将这两个文件 再一次寄生到我们的项目当中 直接进行复制张贴 将语言来的覆盖掉 OK 这时候呢,我们回到 我们的一个例子当中 进行刷新 OK 在Library这个文件夹下面 咱们可以看到 已经将我们刚才下载的文件 导进来了 OK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进一步的开发了 在此之前呢 首先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咱们在开发之前呢 要注意一个权限的问题 那么这个权限的问题 往往会给很多初学者 所忽略 OK 大家看到上一节课 咱们导进来的 这些权限 都在这里了 同时呢 这节课咱们要做一个 基于百度定位功能的一个开发 所以还必须加上以下这四个权限 那么这四个权限分别是什么作用呢 首先第一个呢 是基于网络 Wi-Fi定位和基站定位的一个 依工号的定位方式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 是基于GPS Wi-Fi和基站三者联合定位的 一种更加高精度的 一种定位方式 这种方式是比较常用的 所定位出来的精度 是在十米之内 那么第三种呢 是基于GPS GPS的一种定位 那么第四个 是启动百度定位服务 OK 证明了权限之后呢 咱们就开始进行开发了 OK 我们上一节课呢 最终的一个结果呢 是在模拟器当中显示出了一张百度地图 那么这节课咱们有达到的一个效果呢 就是在这张地图的基础上显示出咱们当前的一个位置 一个坐标 咱们模拟器这时候已经没办法满足我们的一个需要了 为什么呢 因为模拟器上面并没有GPS模块 它是无法获取到GPS坐标的 那么没有关系 最后面我们将使用一台真机 通过真机的上面的GPS模块 帮助我们实现定位 准确地显示出咱们当前的位置 OK 那么我们开始编写代码 要实现一个百度地图呢 首先咱们必须声明一个百度定位的一个核心类 那么这个核心类 是什么呢 它又应该如何去声明 OK 还记得上一节课咱们说过 在application这个类的oncreate方法当中 咱们对百度sdk进行了初始化 那么这样子做的好处呢 就是使咱们的代码更加精简 OK 那么同样道理 咱们在application这个类当中呢 声明咱们的百度地图定位核心类 OK location client 好 在oncreate方法当中进行初始化 OK 很好 这是一个百度地图定位的核心类 OK 首先这个地方需要讲解的就是 咱们的map view map view呢 只是作为地图的一个容器 那么事实上我们要真正的操作地图上面的 一些元素呢 咱们还得通过 这个map view下面的get map方法得到一个真正的百度地图 在此技术上呢 才可以对百度地图进行操作 OK 这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朋友会问了 那么如何在这个地图上面显示咱们当前的位置呢 OK 这个呢 如何实现呢 这是要通过一个方法 set my location enable 叫它设置为true ok 待会呢 通过这个方法 待会咱们就可以在地图上面 看到自己当前的位置了 OK 那么如何实例化呢 咱们在这个页面当中还是得创建一个变量 location location client OK呢 从 从Application里面引用过来 好了,接下来咱们对这个地图设置一些参数 那么地图参数的设置是通过Location Location,Client,Option,这样子一个类来实现 在地图参数当中呢,有三个参数是最主要的 第一个呢,是设置我们的坐标系 OK,说到这个坐标系呢,这个地方就给大家讲解一下了 那么坐标系呢,百度所支持的坐标系有三种 百度地图所支持的坐标系呢,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呢,是GCJ GCJ02 那么这个是什么来头呢 这个呢,是国策局 就是国家土地测量局 加密的经纬度坐标 第二种呢,是GB09 这个GB09呢,以及咱们下面的GB09LL GB09LL 同样都是百度的加密的坐标系 那么这两种坐标系有什么区别呢 首先呢,百度最常用的一个坐标系呢 是这种 GB09 这种坐标系呢,是在国策局的这个GCJ02的基础上 做了一个地图坐标系的一个偏转 从而获取的 那么下面的GB09LL呢 是百度地图 也是百度地图的加密坐标系之一 但是呢,它使用的是一种 莫卡托坐标系 这种坐标系呢 跟咱们普通的坐标系有什么不同呢 它主要是通过一种投影映射的方式 将世界上每一个坐标点呢 映射到一张平面图上面去 在一张平面图上面标记任何一个坐标点 在百度地图的官网上面 比较鼓励大家使用的是BD09LL 这个坐标系 OK,那么在代码当中呢 就使用到这种坐标系 那么第二个呢,需要设置的一个参数呢 就是,是否使用GPS OpenGPS 那么通常为了获取更高精度的一个坐标点 咱们就将这个参数设置为True True OK,那么第三个参数呢,是什么呢 是设置一个更新的 一个地图的一个更新的频率 那么这个频率呢 是以毫秒为单位 那么如果我们要设置每5秒钟 地图刷新一次 那么我们应该输入5000 输入一个参数5000 OK 那么 加一个注释 OK 将设置好的这些参数呢 放到 我们的地图当中 使用 SET LOCATION OPTION 将我们的参数设置进来 OK OK,接下来呢,就启动我们的定位 在启动地图定位之前呢 咱们得先做一个判断 判断这个地图的定位 是不是已经开启了 那么如果开启的话 咱们要先将它暂停 将它STOP 然后呢 将它开启 将它STOP 之后再将它 开启START OK 那么在 那么在 我们退出 onDestroy的时候呢 咱们同时也要释放 释放掉资源 那么这时候咱们得 在这个地方加一个 同样 判断这个 地图是否 还是 仍然在定位 如果在定位的话 那么就将这个 就将这个 地图 给禁用掉 OK 最后面 咱们还得配置一个监听器 那么这个监听器呢 就是百度地图一个监听器了 那么如果 少了这个监听器呢 会导致什么后果呢 就是导致咱们 在地图定位之后 会爆出一个空指针 那么在这里呢 咱们来实现 这个百度监听器 百度监听器 这个类 这样吃到 这两个队监听器 太队了 再看看 下较 太队了 这两个队监听器 座 实现它里面的这个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方法事实上是获取到位置信息之后回掉的一个方法 那么在这个地方所携带的这个仓数 这个入仓呢 其实是我们当前位置的一些信息 比如坐标 以及他们所在的一个地址 OK呢 咱们来写完整这个代码 首先判断它是不是为空的 这个是一个常规的一个写法 接下来呢 咱们要将这个返回的这个坐标 这个位置信息跟我们的地图结合起来 那么我们再写一个代码 首先呢 我们要将我们的位置信息复制给一个 MyLocationData这样子一个数据类 那么将我们的位置信息呢 封装到这个类当中 OK 那么第一个方法呢 这个方法呢 代表着我们的一个半径范围 其实一个进度 那么第二个方法呢 是代表咱们的范围 这个地方默认设置100就行了 接下来是咱们当前的经纬度 咱们当前经纬度呢 都是可以从这个这个返回的这个参数当中获取的哈 好了 出示好了这个类 封装好了这个数据之后呢 咱们要将这一组 把这一组数据传到 绑定到咱们的地图当中 使用地图的一个set block 像地图的一个set 买location data OK 将我们这个data这里 通过它的构造行数 将我们的坐标值 传给它 这个坐标点有什么作用呢 这个坐标点呢 其实就是为了我们 能在地图上显示 当前的一个坐标点 在这里呢 我们通过动画啊 把动画实现咱们这个坐标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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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来咱们通过地图上面的一个动画 将我们做标点去地图的正中央 OK,这时候咱们就将监听器的这个代码写好了 接下来呢,我们要将这个监听器加到我们的地图上 用我们的地图做一个保定 放定也是相对简单的 就是在咱们关键的这个核心类这里注册一个定位的监听器 OK,咱们再检查一下 OK,好 显示当前的位置 绑定了一个监听器 设置了我们的地图参数 好,最后面最关键的就是启动咱们的定位服务 好了,咱们放到手机上面去运行一下 在这个地方呢,为了演示方便 这个地方我就使用了我自己的手机 来给大家演示 好,跑一下 OK,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的手机上面已经显示出我们的百度地图了 那么中间这个蓝色的圆点呢 就是我当前的一个位置 OK 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这节课学到的东西 这节课主要是通过一个demo 来实现百度地图的一个定位功能 那么这当中呢 有几个要点需要大家掌握的 那么 第一点呢,就是要 检查地图权限 看这地图权限是不是已经导入进来了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要 创建 定位核心类 定位核心类 第三点呢 第三点呢 就是 显示 显示 当前 坐标位置 使用的 是一個 set mylocation enable 這樣子一個方法 那麼第四點呢就是 對這個 百度 做標系的一個認識 百度做標系有 gc j02 有 bd09 還有 bd09ll 那麼這當中呢 如果咱們不對這個 做標系進行設置的話 那麼會使用 那種做標系呢默認的 默認做標系呢 是 gcj02 那麼 那麼第五點呢是啟用 啟用 啟用 定位 地圖定位的方法 OK 我們這節課就講解到這裡 謝謝大家 咱們下節課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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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fine 怎麼 對 示範 鋼 在 完成 薄